我想像最近中國南方因為暴雨成災的民眾表達未聞之意 也希望中國的在後重建能夠順利 讓受災的民眾能夠盡速回復正常的生活 民主不是換罪的 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因為台灣人民的主張 根據中國的意見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不是台獨 就是統一促進黨 謝謝總統 要請總統留步 今天除了想聽談話之外 也因總統所建議 我們接下來即將要開放的是媒體提問 那麼是不是請媒體朋友 一樣用舉手的方式表達 也請在提問之前 先說明所屬的媒體與姓名 首先第一題 莊社宿平 總統好 莊社宿平提問 總統雖然我們今天提事件 然後有申請暫時處分 可是因為事件的結果 還不確定它什麼時候會出來 然後申請暫時處分 會不會也可以其實有一些處理 那如果說在事件結果出來之前 在一黨就要求您去國情報告的話 你會怎麼因應 那雖然你剛才有說你不會把個人的意向凌駕於憲法的利益 憲法的秩序之上 那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說 你會堅持說在核憲前不付立法院國情報告 謝謝 好謝謝 既然這次立法院刪除通過的法律有涉及違憲 而且也已經提出事件 我們還是應該要等到事件結果之後再做決定 同時我也呼籲戰略黨 應該要尊重憲法的嚴肅性 在大法官還沒有做出事件結果之前 也不宜貿然採取行動 好的繼續我們來進行第二題 靜電視的伊婷 在中間後排 總長我是靜電視的伊婷 我想要問的是因為現場裡面有賦予總統的願記調解權 那這一次怎麼沒有打算使用而是用試憲的方式 那因為未來如果新國會還是有很多這類的爭議的話 有沒有可能運用這個調解權 謝謝 好 這一次立法院刪除通過了立法委員執權行使法 以及中華民國憲法 所牽涉的違憲爭議 有影響到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之外 也牽涉到總統府這個憲政機關 那我已經提出試憲 我是當事人 就不宜再運用憲法第44條 總統的願記調解權 但是未來如果 五院之間有爭議有必要的話 我會采用憲法第44條 賦給總統的憲計調解權 來解決問題 是 繼續 第三題 3BS的願婷 總統你好 TVBS的願婷提問 想要請教一下 在這個對手陣營這裡 是認為說 現任的大法官 都是民進黨政府來任命 因此覺得這個釋憲結果一定會有利於民進黨 更說大法官不應該變全政府的看門狗 怎麼看現在在野的這個抨擊 台灣在民主政治的發展當中 通過大大小小的憲政爭議 不過大法官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哪一位總統提名 都能夠站在捍衛民主憲政體制的立場 適時的做出解釋 解決憲政爭議 讓國家可以繼續前進 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另外 大法官不然是由總統提名 但必須經由立法院行使同意前通過 換句話說 其實 有整個經過整個嚴謹的憲政程序 那我呼籲 我要再次呼籲 就是視線的結果不得而知 但是對於結果朝野都應該要接受 這樣才有辦法彌平憲政的爭議 讓國家可以繼續前進 是 時間還充裕 我們是不是再多開放兩題 呃 華視的智人 那華視智人提問喔 就是 呃 想請教總統 因為有外媒報導 說有晶片的工程師憂心 說法案生效之後啊 包括台積電等可能會被傳汗調查 那會洩密商業機密 那 請教總統看法 是 這次立法院三國通過的法律 賦予立法委員新的調查權 調查的對象不僅僅是政府機關 還可以迫及到部隊 法人 團體 以及社會相關的人士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的確有說到許許多多 來自企業界 外國商會 甚至國際的關心 他們很擔心 如果這法律一旦實施 那企業的商業秘密可能不保 對於外資的投資意願 以及未來台灣在國際的競爭力 會產生重大影響 那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跟國人再度強調 這個也是總統府 我本人提出視線的主要原因 不容許企業的經營環境變化 對台灣深遠的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 是 繼續 第五題 工商的學會姐 總統你好 我是工商時報律學會 總統想請教一下 中國國台辦日前有宣布說 要懲戒台獨的各種形態的一個 那個罪名的規定 然後最終甚至可以處以這個死刑 然後對於這個北京的說法 他們甚至有講到說 這個威脅甚至會有跨國的一個追溯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對於在對岸經商的台商 或者是海外經商的台商 或不會有增加人身安全風險的一個這個情況 那請問總統您怎麼看 謝謝 在回答您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像 最近中國南方因為暴雨成災的民眾表達未聞之意 也希望中國的災後重建能夠順利 讓受災的民眾 能夠盡速回復正常的生活 其實我要強調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沒有任何權力 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因為台灣人民的主張 中國更沒有跨越 追溯台灣人民的權利 根據 中國的意見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 換句話說 不管是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國的眼中通通都是台獨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不是台獨 就是統一促進黨 所以我希望朝野 應該共同面對 這一個問題 大家團結 大家合作 另外我也要呼籲中國 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和台灣民選合法的政府 交流 對話 這個才是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的正確之道 如果不這樣做 台灣的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只會越來越疏遠 好 好 第六題 非凡的政華 好 謝謝 總統好 非凡的張政華 今天想 抱歉跟您 請教一下 評價台灣的資本市場 您上任一個月 漲了百分之七 先站穩在兩萬三之上 市值即將突破八十道大關 您上次也回到說 台灣的產業面臨 牽涉地利人和 這個非常好的條件 那正在面臨現在 所謂的國會擴權爭議 或者是世界 您覺得會影響到台灣資本市場嗎 謝謝總統 有道是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股市好 代表我們 經濟面好 產業面也很強 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朝野都應該要珍惜 不宜通過任何法律 對於經濟產業的發展 帶來任何的衝擊 這個是我們對國家社會人民 最基本的底線 同時我也要強調 就大家看一看 張東謀先生 林百里先生 還有黃文旭先生 等等許多科技界的大廊 一同去逛夜市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的不僅僅是台灣本身的企業 對台灣有信心 也國際的資金 外資對台灣也有信心 所以我要讓國人知道 我們只要團結合作 走對的方向 政府會以拚經濟為優先 來照顧廣大的社會大眾 我們大家一起來 台灣一定可以更好 好 是 時間的關係 我們開放最後一題 請民視的配話 正中間最後一題 總統法案民視財評發提問 我們想要請教 在這個申請事件的討論過程當中 我們是不是也曾經有人建議您 可以不要簽署這個法案 讓違憲的法案生效 那為什麼最後您是決定提出事件 那其實上個禮拜三 您才跟大家開過滿月的記者會 回應大家的答覆 那麼今天再度的在廠庭談話 也接受大家的提問 不曉得這未來是不是變成一個 例行的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 對您的這些施政來提出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您會打算這樣做 謝謝 是 謝謝您 台灣是民主社會 自然存在多元的聲音 所以對您要不要提出事件 要不要簽署公布法律 社會上的確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在總統府內的同仁 大家的態度是相當一致的 也就是說我一開頭就講 我身為總統 特尊憲法 必須要依法公布 同時呢把這個爭議就交給 司法院 大法官 來做裁判 第二個是 我未來會根據 重要的議題 來跟社會大眾報告 我希望能夠跟社會大眾直接電話 也藉由大家的問題 讓我更了解民意的所在 也藉由大家的報告 讓國人能夠更了解 政府目前所推動的各項政策 與其對 也藉由大家來看